今天第一次见到陈导 经常在新闻上看到你的消息 其实我们两个很长时间 其实都在军事部那会工作 你是一直在军事部开始拍片子 实习的时候就在那边 像刘孝礼 韩金多 我们都是老朋友 那个时候 老山 新安岭我都去过 对 所以当时那一段时间拍了很多 你跟刘孝礼拍过片子吗 汪长城的时候参与一伙 但是当时我毕业 你自己搞了个毕业作品 我跟他做什么导演 我做分级导演做过一个叫世界在你面前 是中国电视20年 30年 那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纪录片最高产的一段时间 我那个时候80年代我多大了 5262728330岁 末拜 让历史告诉未来那些的邓小平 真是末拜 那是看 学校录 李英 对 你现在很难想象 大家说那时候万人空想去看纪录片 怎么可能拿着笔语本在那记记录 就那几说词记录 你可不是吗 让历史告诉未来吗 这是那种对文化的渴望 那时候也是刚改开放 所以说用镜头记录历史 改开放40年 你们还真是记录了中国 我毕业的时候是 我本科毕业的时候 我的第一个纪录片是在新兵教导团 拍的 跟杨德志将军一起去邯郸 在27军拍的一个片子 然后那是那一年的建军节的线里片 但是我毕业的时候 当时周居方和刘孝李就希望我能够分到军事部 但是我已经考上研究生了 分到军事部就当兵了 当兵了 可好了 当时他们还分房子 我在苦读的时候 说不定现在也得将军了 但是我不行 后来到我读研之后 也在军事部工作了这么长时间 我发现我太好吃了 我太懒散了 那个纪律性不够 不配当一个军人 但是我们后面关系都一直非常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 感谢您